好 笑姐 您的家人和朋友 什么时候能来啊 我们的工作时间 马上就要结束了 您好 抱歉 我们来晚了 您好 您好 我是王忠实律师 这位是恒盛集团的总裁 胡千宇先生 我们专程来证明 林威林小姐的身份 这是林小姐的身份证明 您看看是否有效 这个是有效的 您跟我来取一下行李吧 好 胡总 我去取一下林小姐的行李 您稍等 来 这边请 你专劳涵 林小姐 这是您的行李 您看一下是否完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胡锦宇 你拉我来这儿干吗 你放开我 你不是要到家里看看吗 我就带你来看看 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整个深圳的夜晚 它的安详 它的年纪 它的美丽 但是这份温柔之下 藏着什么 你还记得你刚流浪街头的模样吗 你有可能会一直流浪街头 你留下来 要面对的问题 只会比今天更加复杂 恒生也是 就算你是创始人的女儿 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新的遗嘱已经出来了 在这里 你什么都没有 恒生永远都不会是你的 这片土地更不会是你的根 你走吧 回美国去 你以后想念书就念书 不想念说这句话 做些自己有兴趣的事情 永远都不要回到这儿 离开这儿 离开恒生 我说过 我不是为了恒生 我不想要恒求 我回来只是想要这个价 我也说过了 我要的就是你的离开人 你不去寻觅 另一个代替 原谅 原谅你的不解 原谅像从前未改变 是我令中坚决 原谅 原谅不是错写 原谅是为纪念 我们拥有彼此的世界 我只想原谅 原谅你的无解 多想像从前 未改变 是我要的情节 原谅 原谅不是错写 你我达到不投了 我所谅扮 原谅分配 俺开变 你这边 你还没死心吗 我昨天不是说得很清楚了 我昨天不是说得很清楚了 我在美国的时候 吃了很多的苦 有很多时候 我都觉得自己坚持不下去了 可是支撑我走下去的不是恒生 而是我知道 我在深圳还有一个家 在那里 有让我觉得像妈妈一样的心意 还有 还有你 只要一想到这些 我就觉得不管吃多少的苦 遇到多大的困难 我都可以咬牙坚持下去 姐啊 是我拼尽全力也要守护的东西 你可以说你不爱我 但是你不能否认我对你的爱 你说我在这里没有根 那我就在这里落地生根 感谢宝宝 哼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你现在应该相信 我对你的行动了如指掌了吧 一身烟臭味 表示玩得满记性的吗 今天早上是谁 义正言辞地拦住我 说要留下来 守护最重要的东西 这就是你的守护吗 如果你真的想要落地生根的话 我倒是可以大度一点给你个机会 亨胜年度招聘明天即将开始 你如果真的有本事的话 就不要替你爸的名字来面试 看看你能不能拿到最后的录品 真的吗 当时 说真的 说真的 你的眼球会好住 看南头 下风鸡就去发布会了 很顺利啊 妈 好了 我要去工作了 你保重 妈 拜拜 这是你的吗 是 谢谢 这种多肉植物又洗湿 又怕冷 又怕热 很考验养花的人呢 你认识这些植物 知道一点 要不要我帮你啊 不用了 谢谢 你也在恒生上班啊 没有 我是过来面试的 这种植物 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有很多的学问 要保持适当的距离 不远不近 不冷不热 要给予充足的阳光和水分 我会记住他 好不容易过了今天的第二楼面试 真像过关打仗一样 而且还派了高层过来 是啊 听说 那个首席技术官李牧尘 也会过来面试 要是被他选上的话 我就能直接进入核心部门 老天保佑啊 加油 别紧张 第三组 二百二十号 二百四十三号 二百五十八号 是我 二百六十五号 二百六十六号 我 请进 请大家按照次序接受考核 林小姐 你是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高材生 依你的学历 完全可以在华尔街 找一个不错的工作 所以我想问你 为什么会选择恒胜 首先 恒胜集团的核心业务 现在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 我认为 未来世界的改变 一定是由一次全新的 技术改革带来的 我希望 我可以将自己的青春 投入到一份 令人无比期待的工作中 其次 恒胜的管理层年轻有为 朝气蓬勃 这代表了恒胜的一种文化 在恒胜 有很多和我一样 优秀的年轻人 我非常期待 与他们一起先手 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未来 记得她在学校的时候 考试成绩非常好 不是全系第一 就是全系第二 真不愧是我的学妹 真是为母小镇光 既然你跟她同一个学校 那可能这件事情由你来办 再合适不过了 这是 这是 她在华尔街实习时的资料 不是真的要做得这么狠吧 她的身份特殊 很有可能被反对派拿来利用 所以我们该做的 就是让她知难而退 没人到时候我妈出手 她会面临到更多的麻烦 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我去了 告退 林小姐 刚才的表现很优秀 真的吗 那您觉得 我能通过今天的面试吗 回去耐心等待吧 我相信在五个工作日之内 您就会收到通知 谢谢您 各位面试者 我代表恒盛集团 向大家表示歉意 恒盛三十周年庆典在即 为了迎接庆典 我们人事部刚刚收到消息 要暂时取消此次的面试 记底时间呢 请大家回去信用消息 怎么会突然取消啊 为什么要取消啊 那什么时候才有消息啊 这个现在还不能够确定 真的吗 如果一有消息的话 我会立即通知大家 谢谢大家的谅解 真的吗 真倒霉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我今天明明表现得还不错的 你怎么走呢 没关系呢 还会有机会呢 走吧 这次的招聘活动 不是得到董事会的批准吗 怎么会有这样的变动 李总 古董事长刚刚下达的命令 具体什么情况 我这边也不太清楚 好 好 谢谢 不客气 对 对 这也太不靠谱了 这么大的工资 对 真是太不靠谱了 出手不小心 幸好走 林小姐 怎么了 真是不知道 为什么会突然发生这样的情况 其实我个人 是很欣赏你工作能力的 可能是有点冒昧 不过我有好几个朋友 也在一线的企业任职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我可以帮你投底简历 谢谢您的好意 但我还是想留在恒生 我想回去再等等 看看有什么新的变化吧 谢谢 学长 你怎么也在恒生 也是过来面试的吗 我怎么可能过来参加面试 现在我面试别人还差不多 想当年 我们两个同一个导师 都是各自年级的第一名 没想到 同人不同命 一年前的我 就已经在恒生上班了 现在是总裁助理 而你想要在恒生 担任一个普通职位 恐怕也没什么希望了 这个你还记得吧 这是你在华尔街实习时候的资料 里面清晰地记录了你 卷入其中一桩商业案件 当年因为这个事情 你差点被学校开除 你知道 对于一个金融从业者来说 公布这些资料 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你将终身背着你所犯下的 那个错误 再也无法在金融界立足 你拿这个到底什么意思 你明明当时跟我在一起 知道是什么情况 这个责任根本不在我身上 我当然清楚 可是别人并不清楚 谁让你 是当年团队的领导 为了保护其他同学 把所有责任 都扛在了自己身上 可是你想 对于一个完全不知情的人来说 他们会相信你的解释 还是相信我手上的资料 还有案件判决书呢 是胡千宇要你这么做的吗 你们到底想干吗 我们的导师一直都很喜欢你 你也知道 现在他年事已高 非常遗憾没有一个学生 能够继承他的学术一波 我已经和他联系过来 说你会继续读完他的硕士 钱的事情 你不用担心 胡总会负责所有的费用 你不用像读大学时那么辛苦 你也知道我这么做的用意吧 走 离开恒盛 回到老婆 来 胡总好 你好 胡总好 好 人呢 去哪儿了 怎么了 你在找谁 没有 我有东西来到办公室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我马上下来 你不要再把我 forces 你把我导航 behemot 有很厉害了 你可以在这儿 那我导航 解我的话 不好意思 我是不会答应的 也请她放心 喂 瑶瑶 瑶瑶 我还在恒盛呢 什么 一起吃饭 一起吃饭 太尴尬了吧 没想到这么巧 刚好碰到维林来面试 瑶瑶 你应该不介意 大家一起吃饭吧 你看我说什么废话 你们俩本来就是一家人 当然不会介意了 你见到维林 应该很惊喜吧 当然惊喜啊 又惊又喜啊 王特助 现在应该已经是 下班时间了吧 如果你还有其他事情的话呢 就不用费心 在这儿陪我们了吧 我的工作没有假期 对于我来说 老板的吩咐 任何时候 无条件出现 无条件陪伴 无条件执行 老板 现在我们去哪儿 去UOCT艺术区吧 那里有家酒吧不错 好啊 走 走 威林 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 为了欢迎你回国 今天一定好好庆祝一下 等一会儿啊 我拉着千语喝酒 等她喝得差不多的时候呢 我就会跟她说 让你在恒盛留下来 你一会儿要记得好好配合 这行得通吗 瑶瑶 你没有听过一句话吗 酒壮人胆 意泄人壮 喝了酒之后 是最容易说实话 和提要求的时候 等一下 你们两个是好开心扉 好好聊一聊 这么多年了 大家都是一家人 这点要求 总不会不答应吧 可现在 恒生已经宣布要 暂停所有的招聘计划 所以你才要打感情牌啊 放心吧 靠我的 怎么每杯都这么迷人呢 我要选你 选你 还是选你呢 怪不得人家说 选择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这几杯我全都要了 好的 谢谢老板 这些全都要了 慢用 吃这里的特意 大家尝尝吧 不是吧 这不是买给我的吗 女生呢 都喜欢喝甜的 那王特助 你也喝一杯吧 那我就当你再夸我 英俊潇洒之余 又同时兼具女性温柔 又有耐心的特质好了 芊瑜啊 我实在是想不明白 新一为什么不让维林回来呢 以前在国外上学的时候 不让维林回来 现在她毕业了 又不让她回家 为什么要让维林 在外面受苦呢 新一是想锻炼我的 独立能力了 而且在大学期间 有很多同学都没有回过 这叫锻炼啊 我怎么不见我爸 这样锻炼我呢 再说了 锻炼总要有期限吧 你现在已经毕业了 为什么不让你进恒胜呢 而且林伯伯是恒胜的创始人 你留在恒胜是理所应当的 芊瑜 维林从小跟你一起长大 就像是你的妹妹 你应该帮她一把 让她回到恒胜吧 工作的事 我们回公司再说 今天是快乐 我们是来放松的 瑶瑶 好 我想靠自己的能力 进入恒胜 当然要靠自己的能力了 但是有能力 也要有人认可吧 芊瑜 你觉得维林 有没有能力留在恒胜啊 维林的水准 我们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我可是她的学长 她的实力我最清楚 这一次维林回国 我特别高兴 来 我敬你一杯 我不喝酒 维林从来都不喝酒的 你还说你是她的学长 连这点都不知道吗 真是我不好 我不够了解维林 你俩果然是好闺蜜好姐妹 来 那我敬你一杯 你又带我去哪儿 你要带我去哪儿 他们两个已经送回家了 你要不然送我到宾馆 要不然就让我在这儿想 把你送回美国去 玉玉 我要跟你说的话 是为一下我已经说了 毕竟住酒店不是太舒服 你早点回美国吧 胡千玉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难道你已经忘了 我们之前的感情了吗 那时候算是感情吗 如果是 也不过是哥哥 对妹妹的感情罢了 来 来 林小姐 林小姐 是啊 林小姐 林小姐 您要说点什么吧 林小姐 林小姐 请跟我们说一下吧 林小姐 林小姐 现在既然你已经来到了现场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 您对刚才胡总的话怎么看 是 是 您跟我们说一下吧 林小姐 看见这边 林小姐 您现在看见这边 林小姐 欣姨 都是我年纪小 我不懂事 我不应该跟哥哥谈恋爱 我以后都听你的 求求你 原谅我吧 这卡里有年的钱 足够你在美国读书的 什么都不用再说了 你走吧 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 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 这桩商业案 确实存在 当时 因为实习团队经验不足 出现了这样的错误 作为当时的团队领导员 我确实应该为这件事负责 但是从恒胜的角度来讲 胡董事长 是恒胜的创始人之一 经过这么多年的验证 已经证明了他卓越的工作能力 由他掌管恒胜 当之无愧 就我个人而言 自我出生以来 胡董事长 就对我照顾尤家 事如己出 我无意参与到今天恒胜的股份 揪根之中 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支持胡董事长 和恒胜的管理层 谢谢 谢谢 你说他怎么走了 为什么走啊 怎么这么走啊 怎么这么走啊 我还以为你找他过来 我们今天有好戏看 没想到他还替胡心说话 回头我再收拾他 妈 多吃一点 乖 其实呢我觉得 你今天的表现确实不错 比以往成熟很多 谢谢妈 其实这些资料 我一直都留在身边 没有对外公布 为的就是有一天 可以对付这些反对派 不过万万没想到 媒体却对这件事情抓着不放 还把当年的事情查得一清二楚 他们还认为 之前商业犯罪的事 不是林维林的错 说他很有责任感 很有担当 还说我们不尽人情 诺大一个上市公司 却连一个创神的女儿 都容不下 那倒是挺困难的 现在我们的Super Region 刚刚开始上市 而且股票正在大涨 在这个时候 如果多传一些 负面消息的话 我很怕会影响到股市 邱志欣现在怎么样 邱志欣现在联合反对派 向我们施压 而且风向舆论 都是往我们这边倒 恐怕在未来日子里 我很难招架 好啊 既然他纠缠这件事不放的话 说我们无情无义 连云创始人的女儿都容不下 那我们就顺水推舟 我们就容下他 回公司 找一个不重要的闲职 让他做 把他留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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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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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是潜台吗 我是1311房间 我的淋浴喷头坏了 帮忙来修一下 喂 你好 对 你说什么 喂 你说 大声一点 你又来干吗 我是来告诉你个好消息 你不是想要留在恒寿吗 现在我给你个机会 你可以来恒寿实习了 不过你不要高兴得太早 如果你无法度过三个月 是有期的话 你还是要留开恒寿 身材没什么好看的 就不要穿成这样 随便让人家看懂 离联 魏龟 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人 叫你干这种立体活 你还笑得这么开心 没关系啊 都是我一项 没事吧 魏龄 你 你擦什么 你没事吧 没事 对不起啊 我没看清 那 我赔你捡衣服吧 不用了 我自己洗着好了 不用钱的 你就收着吧 芊瑜 我等一下去拍 超级维执行的广告 很快就拍完了 等一会儿一起吃饭吧 芊瑜 刚刚你撞的那个 就是徐冉 我们公司好几个产品 都是她代言的 听说啊 她还是胡总的绯闻女友呢 看她们刚刚亲密的样子 应该没错 那我先走了 芊瑜 芊瑜 你怎么在这儿呢 我刚接到通知 胡董事长 让你到三楼会议室呢 你看看你 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啊 等一下 威玲 怎么把衣服弄湿了 你的发甲能借我用一下吗 我用一下 ひとって 我把衣服弄成了 我把衣服弄成了 因此它就是 好了 这样就可以了 谢谢 走吧 威灵 威灵 你看到了吗 刚刚李总对我说 你可以把夹子借我用一下吗 我都要被融化了 你怎么还在这愣着呢 快快快 到会议室去 快点走 非常感谢各位媒体朋友的光临 来 首先 我感到非常非常的抱歉 谢谢媒体朋友们 对我们的家事这么的关心和担心 虽然说我跟威灵呢 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可是我视她为己出 我把她从小带到大 我们的关系情同母女一般 现在威灵学生回国 我正预备把她借回家一起住 让我们重新过上团聚的好日子 与此同时呢 我希望所有的媒体朋友们 能够把你们的注意力 全部放在恒盛的新产品 还有恒盛的周年庆典上面 好吗 非常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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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灵 别客气 我们比较好 好 好 谢谢 伯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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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胜在您的领导下 真是蒸蒸日上 伯总 不客气了 谢谢大家的夸奖 林律师 麻烦你帮我送一下媒体朋友吧 好 麻烦各位先回吧 谢谢 谢谢 再见 欣姨 谢谢你 我们一起回家吗 好吧 你看你看 好恶心的画面啊 正好 你的感情好深呢 好 走吧 谢谢 谢谢啊 阿嫩 你的历史 Jest美 Papa 聞blum 咱们 请 回来啦 梅姨 好久不见 好久 我怎么感觉还不够久啊 有些人哪 真的是恨不得这辈子 都不想再看见 你还是住你以前的房间吧 都已经给你收拾好了 行李在这里 自己拿吧 梅姨 你有没有在我行李里 看到一个音乐盒啊 什么音乐盒啊 就是水晶座的 一个寻找木马 翻行李的时候 师父不小心 把你那包吊地上摔碎了 我替你扔了 扔了 扔到哪儿了 废话 垃圾还能扔到哪儿啊 扔到外面垃圾箱了 你干什么去 你们干吗 师父 我有东西掉在里面了 你让我找一下好不好 什么东西 我这上面都是垃圾 我拜托你了 我求求你了好不好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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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温玲 怎么了 我的寻找木马在里面 你让我上去找找吧 不行 这上面都是垃圾 这袋子里 你干吗 钱全都给你 这上面都是垃圾 东西我一定要找到 这样啊 让开 快点啊 奶奶 我们等一下就要交班了 我们等一下就要交班了 要不要 你先步道我提起你 都是美好 有个愿望 我在的地方都会有你 你知道吗 我只记得那句 不要担心还有我 所以愿意不去寻觅 另一个代替 原谅 原谅你的不解 原谅像从前未改变 是我临终坚决 原谅 原谅不是错线 原谅是未经验 我们拥有彼此的时间 原谅 原谅 我不是故意要帮你 我只不想让别人误会我 因为我胡家讲经讲义 接着我来是我的欺负 我想想从前未改变 是我要的情节 原谅 原谅 原谅不是错线 爱的一种神仙 是占物会划过的错线 原谅 原谅 你眼睛瞎呀 你这么着急干吗去啊 干这投胎吗 你怎么进来也不知道换拖鞋呀 看你把这地弄得 一定都是水 你这身上什么味啊 你掉沟里了 我说你呢 听见没有 芊姨 芊姨啊 你怎么也临成这样啊 没事 只是有些受量 帮我熬碗姜汤吧 好好好 好 芊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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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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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晚上的新闻你都看了吧 记者的嘴都堵上了 林维玲呢 现在也没有什么利用价值 公司那边找个理由 让她离开吧 当初是你硬逼她进来的 现在让她走 需要我帮你忙 不用担心 我自有安排 你办事 我放心 新衣早 我吃完了 你还真把这儿当成自己家了 第一天就起这么晚 饭都凉了 梅姨 我今天快迟到了 要赶快出门 早饭就不吃了 不吃饭也不知道提前说一声吗 在国外待了几年 待得这么没叫一样 今天不吃 以后也别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怀疑有人故意伪造视频 陷害我们 数据是很想尽 但是仅仅靠这个很难说服大厨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拿到出问题的手机 这样就能搞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证明起来也比较直观 受伤的人不可出现 那发视频的人 之前都查过了 发布视频的是一个小号 ID是随机起的 账户资料都是假的 根本就追查不到 那好 我知道了 你跟研发组再沟通一下 让他们在不同的环境之下 多做一些实验 这样的话 我们的调查结果 可能会更有可信度 另外那两个人 我会尽全力找到他们 对了 这个U盘是我从销售部那里 调取的超级用户的用户资料 不过时间太紧张了 还没有对里面的身份 进行一一的身份核实 不知道对找人能不能有帮助 不过里面的资料真是太零碎了 可能用处不大 我知道了 是我 我会马上弄胡总说的 行 放心吧 您怎么又弹过来了 那些人真是太没素质了 一开口就马上把我脏话 人生动机啊 先别管这个 交给你一个任务 先把这个帮我找一下 当初是你把他照片进来的 现在让他走 需不需要我帮忙 拜托了 王特助 进来一下 什么事啊 书尉 去帮我还你他 去哪里 大家都听明白了没有啊 我们公司最近出了点麻烦 各个部门都很忙 我们一定要做好后勤保障 如果让我发现了 是谁因为工作的失误 让公司的利益蒙受损失 这责任可不小 我看你们啊 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 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好 那就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吧 好 好 发生什么事了 刚刚清理好像很严肃的样子 公司的新产品 超级保障 刚刚开始售卖 就发生了爆炸案 现在公司上下 都在为这个事情忙着呢 李渊玲 你过来一下 今天早上怎么回事啊 上班第二天就迟到 太不像话了 你看看你 你是后勤部的人 你穿个裙子来干吗 对不起 我告诉你 你现在还在试用期 你如果还是现在这样的状态 我看你是不想呆了吧 你不想呆 还有好多人要抢着进来呢 大家好 王特主 王特主 您怎么亲自到我们后勤部来了 打个电话不就可以了吗 我呀随时恭候 我不是来找你的 我是来找他 找他 这是王特主来找他了 找他了 来来来来 看 来来来来 这是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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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要对这里面 所有的用户 进行一次回访 把结果写一个报告出来 三天之内务必完成 到时我来找他 拜拜 王特助 慢走啊 有空过来玩 怎么了 卫灵 王特助 怎么会找你干这件事啊 咱不是后勤部吗 哪会干这个呀 好 没关系 反正都是工作 我先上去换衣服了 快去吧 是什么 我说 你说我 你是什么 我发现了 小小蜜蜜 我也是 我对你 得不到 nh 就 能不得到 还有 你 и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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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中毒 吃坏肚子了 我肚子好痛 好想吐啊 我帮你打120 叫救护车吧 我等不及120了 你帮我揉揉吧 给我点温暖 我就不疼了 妹妹 别再装了吧 如果是真的话 你就吐给我看吧 你什么意思啊 你说我装啊 你刚刚摸我哪儿呢 我告诉你非礼啊 非礼了 喂 这儿有人非礼了 怎么非礼了 好啊 那你把警察叫来吧 把刚刚食物中毒的戏码 再重新演一遍 小吃车食物中毒 警察会进入调查 我想有人可能会被他的妈妈 骂得很惨吧 你说什么 我听不懂 关我妈什么事啊 因为你妈就是这个 小吃车的车主 花姐 谁 谁说我妈是这个 小吃车的车主啊 花姐一直都很爱她的女儿 开口闭口都是她女儿 她说她把女儿 取名为小花 因为长得跟她小时候一样 可漂亮 就像一朵花 不过这个小花她不太听话 很任性 好好的皮肤上面 偏偏就是要去纹身 而且还在肚子上呢 纹了一朵花 好像就跟某人一样 你说这个人会是谁呢 我 你认为是谁就是谁 你这傻丫头 你傻不傻啊你啊 你说什么不好 你做得拿着吃 中中毒 你还让不着做生意了你 真是的 你这什么烂朋友啊 我以后不跟你们玩了 对不起了 小花 下次帮你找一个 比较纯情一点的好吗 乖了 你这个臭丫头 你给我回来 你还跑啊你 看来胡总的不尽人情 不分场合呀 对这么一个 如花少女也不例外 君墨律师游戏人间的个性 也没什么变化 连我都不反顾 芊宇啊 你这个朋友高高的帅帅的 你怎么不早一点带过来啊 喜欢吃什么 花姐就给你做啊 花姐 那做一些拿手菜吧 胡总不差钱吧 好 好的 那就上两盘大龙侠 来吧 谁 喂 喂 喂 您好 是稿基的怪客侠先生吗 你是谁啊 我是恒生的员工 我想对您做一次回访 你打错了 没有打错啊 没有打错啊 喂 又有什么事啊 喂 您好 我看到您在官网上 订了一个超级视频的手机 我想做一下回访 哎呀都说你打错了 您好烦呐 这人很奇怪 我明明没有打错号码 为什么他反应会这么激烈呢 会不会和 超级视频爆炸案有关呢 发生的《期待后》 你还没打错吗 都说得了吗 是 回到 你干吗 这人 还没打错 还有 干嘛不回店 女生啊 追情来店哪 你是在说你自己吗 想我吗 每次见我都有新花样 药在包里吗 晚上就穿这么点衣服 你看又犯病了吧 要见哥哥 当然要美美的了 知道你喜欢 特意从爸的酒窖里 偷出来的 哥 你都回来了 干嘛不回家住啊 我跟你不一样 毕竟我妈没有正式 嫁入姚家 爸心里还是不承认过 这个儿子的 一家人干嘛计较这个 哥 奶奶很想你 天天吵着要见你呢 奶奶身体还好吗 你跟她说 能过几天我就回去看她 哥 你在美国待了那么多年 而且是有名的华人律师 有很多大律师行 都想找你合作的 这还不叫事业有成啊 别找借口了 我突然回家 不是惹罢不高兴吗 这么多年的心结 不是一时半刻 就能解开的 有些事 欲速则不达 相信哥哥 反正有人在这儿 也跑不掉的 人是回来了 但心也要回来啊 我妹妹口齿伶俐啊 都是满适合去做律师的 爸 爸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 你都不喜欢我 我这次回来 希望你能接受我 喂 倩宇啊 喂 梅姨啊 我在回来的路上 一会儿就到了 妈睡了吗 胡董刚才吃完饭 就上楼了 现在睡了有一会儿了 倩宇啊 你说那个林维玲 连个招呼都不搭 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都是你跟胡董 对他太好了 要我说呀 把他赶紧赶出去吧 梅姨 我一会儿再回去 我先回公司办点事情 等一下再说 我一会儿 不搭ch 我一会儿 我一会儿 不搭ch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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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维市病人家属 我是 他怎么样 病人现在稍已经退了 但是我感觉他这反应 还有点异战 我听说他刚从美国回来 是吗 是的 我们怀疑呢 他在美国感染了当地的流感病毒了 所以说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建议他留眼观察 那你们现在谁去办一下住院手续呢 好 谢谢医生 妈 那我先去办手续 你们先回家吧 好 那请跟我来 这边 烧得那么厉害 不会有什么事吧 人都送到医院了 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没事 胡董 要我说呀 您还不如把实话跟他说了呢 看他还好不好意思留在我们这儿 你省得不知道真相的人 还以为我们对他薄情寡义呢 这段时间 αν对住院 没人 我们给我们再导查的 你把实话息收走 空拒尬 眼前